这几天比特币逼近两万美元一枚 这个趋势虽然不出所料 但媒体上大多讨论人情留在 比特币是不是郁金香这样无厘头的问题上 虽然经济理论可以解释货币的购买力大小 但它无法解释一张印着复杂图案的纸 是怎么在心理和社会层面被人们接受 成为交换价值的媒介 进而甚至成为全人类信奉的神器 但是社会学家可以回答这类问题 在社会学意义上 货币不是一个需要被控制发行量的东西 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建立的过程 了解比特币的社会学属性 对判断它是否能被更广泛的接受 有直接意义 让我们从下面13个要点开始 首先比特币自称是一个技术补托邦 它承诺未来的货币不受政党 机构和决策者的影响 这样的社会会更加民主公正和有效 第二 比特币的社会现实并不是这样 比特币圈有严密的权力结构 社会组织 它的运转也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同志间的信任和友谊 第三 比特币圈内和圈外 一样有非常严重的贫富风化问题 挖矿的生产资料 被极少数矿池集团垄断 比特币的算法本身 也激励垄断行为 第四 比特币圈有很强的性别属性 90%持币人是男性 比特币论坛上有明显的性别歧视 和反女权言论倾向 是一个非常排他的圈子 第五 比特币圈的政治理念 包含着明显的矛盾 虽然支持者表现出较强的 自由意志论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但他们同时 又有比较强的反银行 和反传统金融垄断的 社会主义倾向 第六 比特币玩家有很强的社交需求 他们不是在参加各种线下的 meetup 大会 就是在线上论坛上交流 第七 比特币玩家 有远超过其他货币使用者的身份认同 与自豪感 第八 比特币是一种很成功的金融资产 看看过去八年的回报就知道了 也正因为它已经经过了 这么多年的考验 不太可能是一个庞氏骗局 但是这不排除 有其他新进虚拟货币 是庞氏骗局的可能 第九 比特币作为货币来说非常糟糕 因为它不断升值 在纯粹用比特币的社会里 会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 所有人都想要囤积货币 不愿意花钱 第十 比特币更像是一种数字黄金 一种只接受算法统治的 理性的黄金 在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廉价拷贝的时代 人们对绝对价值有一种渴求 比特币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 是对当时金融衍生品泡沫的一种抵抗 十一 这种对绝对价值的渴求 还不仅限于购买力 比特币和背后的区块链技术 说白了十分不能被篡改的账本 它可以被看作某种不能被篡改的记忆 不能被造假的历史 在价值观和真相都崩塌的年代 区块链似乎可以提供某种确定感 某一天你甚至会说 我在区块链上 所以我存在 十二 比特币有宗教的神秘色彩 支持者也有类似宗教的狂热 创始人钟本聪 被誉为比特币的弥赛亚 而他本人至今尚未现身 不过他创造的区块链技术 像上帝一样 记载着所有的比特币交易 他的记录也被认为是无谬误的 最后 货币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的 比特币不会取代法币 但是可能成为现金 信用卡 支付宝 社区货币 等等支付方式的一员 未来 人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地点 根据需求 甚至是个人的喜好与政治观念 选择使用不同的货币 比如当使用法币的社会 不去讨论金融交易 与个人隐私问题的时候 比特币可以提供信用卡和支付宝 都不等提供的匿名交易 以上观点来自伦敦政经学院 社会学教授奈吉尔赵 12月28日的公开课总结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 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